美網民對我們的研究 他民主黨很像南國的 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 他很像菁英政黨 新竹感恩查會放眼2028 自詩菁英政黨還不夠 柯文哲腦洞大開 菁英政黨他在整個社會裡面 他有369萬票 OK的大概是這樣 但是他不足以 夠半當選 其實我跟你講 如果我們規定說 有念大學的才會投票 一番學歷說引發支持者爆笑 但這樣的科士幽默 藍綠陣營可救笑不出來 我們都不知道投票給我們的人 具有什麼樣子的學歷 以及什麼樣子的性別 我們現在所推估的 只能從當初的民調去推估說 我們的選民結構 大概是如何而已 所以我認為 他的談話是不合邏輯的 你在傲慢的學歷歧視 現在直接把不支持他的人當作沒有讀書 這真的是每一個moment都在示範 什麼叫做歧視 知名求憑 實名精馬 看不下去 喊話民眾黨立刻提案修法 大學畢業的人才能去投票 但這樣還不夠精英 應該同時立法 大學重考的人也不得參選 要重考上大學的柯文哲 也嘗一嘗被歧視的滋味 柯文哲作為黨主席 應該出來說明的是為什麼 棄權沒有投票 要保送韓國瑜當立法院長 而不是一再的評價 人家有沒有念書 有沒有上大學 柯主席失言被沿上蓋章失誤的民眾黨立委 陳昭茲趕緊幫緩夾 說柯文哲從來沒有學歷歧視 更解讀他 重視的是努力和操守 也重視弱勢權益 一句念大學才有投票權 讓柯文哲爭議言論再加一 謝謝文碼